我们这节课呢 将给大家讲解的是 我们的这个AE的一个这个纯色层 在我们的这个第一版本里面 尤其是3,4,6以下的版本里面 我们的这个纯色层一般称之为固态层 所以说很多朋友在接触 高版本的这个软件的时候呢 去找我们的这个固态层的时候 始终是找不到固态层 其实呢它是纯色层 怎么去创建呢 首先也是在我们的这个合成组 合成一里面呢 在这个黑色的这个深灰色 这个区域里单级鼠标右键 有一个新键 看一下在这里有个纯色 这个纯色的这个 这是我们新建好的这个纯色 它的一个这个设置 我会发现这个纯色的设置 跟我们的合成组设置呢 非常相似 但是少了一个这个时间长度 因为呢我们创建好的这个纯色层呢 它的总的这个时间长度呢 是跟我们的这个合成一的 这个时间长度呢 是保持一致的 所以说 显然呢就没有必要在这里去给它设置 我们的这个纯色层 它的这个时间长度了 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色块的一个长度 长度和高度 还有它的像素 还有它的单位呢 应该是像素 像素宽高比呢 这里的这个方形像素啊 它始终还是跟我们的合成一一呢 它的这个方形像素呢 是保持一致的 然后这里的这个名称呢 我们可以随意的去命名 然后它选择确定 再往下呢这里呢 有一个颜色这一块的设置 这个颜色的设置呢 我们可以鼠标组件呢 单击一下 就可以调出我们这个 拾取的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拾取器 我们可以这个上下拨动一下 找到我们想要的颜色 然后选择确定 然后选择确定 我会发现我们现在创建的这个颜色呢 它其实就是等于在一个图层上面 给它填充了一个黄颜色 等于是这样的 完了以后呢 这个黄颜色呢 也是带有带有很多 这个我们基本上 我们之前几节课讲的一些 这个图层属性都是一样的 还有呢就是说 你可以在这里呢 可以给它添加一些这个 三维层什么都是可以的 还有呢就是在这个 纯色层的这个基础上呢 我们也可以给它添加 任何我们想要的这个特效 都是可以的 但是有些同学可能会想 这个纯色层到底有什么用呢 我们能不能创建一个空白的层 在这个空白的这个层的 这个基础上呢 直接给它填充颜色呢 其实这样也是可以的 但是没有必要啊 因为在AE里面 它直接就给你提供了一个 类似于这种工具 也就是创建这个纯色层的工具 我们创建好的这个纯色层呢 就等于在一个空白的这个层的 这个基础上 给它填充了一个颜色 那我们有些这个特效呢 是必须要使用在我们的这个 固态层上面的 才能给它添加一些特效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一个纯色的一个固态层 这个固态层 而且上面呢 给它填充了一个颜色 那当我们在这个 现有的这个固态层的 这个基础上呢 给它附加一种特效的时候 比如说呢 我们在这里给它 给一个光效 这个光运插件 这款插件呢 我们在初学的时候呢 肯定我们的电脑里面 是没有装这款光运插件的 那么具体这款光运插件 它的一个使用方法 以及它的是如何安装呢 那么我们会放在后面的几节课里面 会给大家去讲解 它会有 我们会有专门的这个 光运插件这一块的这个教程 总共应该是有 11节的这个教程 包括安装 从技术到安装 所以说这个光运插件 不会的同学 我们到后面去 再去看一下这套光运的 这个具体使用方法 我们在这里呢 鼠标组件呢 直接去点击 调换进来 完了以后 我会发现 我之前创建好的 这个纯色层 完了以后呢 我们在现有的 这个纯色层的这个技术上 给它添加了一个光运了以后 我之前的那个黄色呢 就已经消失了 这个呢 产生这种效果的这个原因 主要呢 还是取决于这款插件 它的这个特殊性 为什么要选择这款光运呢 是因为这个光运 附加进来以后呢 它会将现有的 这个过代层的这个颜色 不管是什么颜色 都会给它遮掉 完了以后呢 等于在黑色的这个技术上呢 给它填充了一个光运 那为了方便于我们这个光运 将我们下方的这个背景呢 给它透显开的话 在这里呢 它提供了三个切换的一个选项 那具体呢 如果切换到第三个选项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这个光呢 等于直接将我们的这个 黑色的这一块的这个区域 给它透显开了 直接叠在我们的这个 黄色这个区域上来了 它是这个意思 那当我们切换到中间呢 我们切换到中间的时候 那这样的话 就等于将黄色 黄颜色的这个颜色呢 给它透显掉 然后呢 直接将这个光运 附加在一个这个 背景是透明的一个 这个合成组里面 我们看一下 那我们将这个背景透显的 工具给它关掉以后 我们会发现 还是只能看到光运 和这个黑颜色的背景 黑颜色的这个背景 但是呢 其实它应该是透明的 那如果去看它是透明的 首先你可以在这个背景透显 这里面去观察一下 还有就是 如果我们在这一层的这个下方 有一些这个素材的话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呢 导入一张图片进来 然后呢 将这张图片呢 往这张素材下面去放 我们看一下 这个光运呢 其实就已经进来了 然后呢 再选中它 选中Optical Flare 这个节点 然后呢 可以调整这个节点的位置 其实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纯色的这个层啊 它的一个具体使用方法 我们将这个层 这个特效给它删除以后 会发现这个填充的 这个颜色的这个色块呢 就已经完全显示出来了 还有呢 就是我们填充好了 这么大一个图片 如何去给它调小呢 我们可以单击啊 这个素材层的 这个素材的这个周围的 这个几个节点啊 可以给它调大调小 那如果我需要有一个 这个随机一点的这个颜色的话 比如说我需要有一个黄颜色 但是我需要一个黄颜色的花朵 那怎么办呢 我需要借助我们的这个 遮罩 这个遮罩呢 我们是放在 我们是之前的几节课呢 就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直接选择 给大家演示一下 直接选择我们这个钢笔工具 然后呢 去给它随机的去框选一个图案 但是我去 我去调用这个钢笔工具的时候呢 首先我们需要考虑清楚 这个钢笔工具 画出来这个图案呢 到底是一个遮罩 还是一个什么 那如果是一个遮罩的话 那你首先需要选中 这个黄色的纯色 黄色纯色这个一 这个层 然后呢 选中它以后呢 再使用我们的这个钢笔工具 给它画一个mask 也就是等于将我们的 这个黄颜色的这个纯色层 给它画了一个遮罩 然后呢 我们再通过调整 这个遮罩的这个属性 来调整这个黄颜色 好了 这里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纯色层 它的一个具体使用方法